我真的没想到台湾一个拥有人权 有民主有自由的地方 竟然和中共如出一辙 就是融合共会如出一辙 坑蒙拐骗 最近中国人对于台湾的好感度降到了历史的心低 那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发生了王志安事件 很多中国大陆人士认为 台湾政府在处理王志安事件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太恰当 今天又发生了另外一起事件 也是在推特上面 X平台上面很多中国大陆的网友对此感到不满 因为一个中国人在前往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 被台湾政府遣返了 那很多中国人认为台湾政府伪善 加上之前王志安事件的处理上面 中国人也是说台湾是序外的民主 虚假的民主 这一次这个中国大陆人士 为什么被台湾政府遣返的 因为他是一个热爱民主的一个民主人士 从马来西亚飞往中国 途径要经过台湾在台湾转机 那在台湾转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就选择跳机 什么是跳机呢 也就是说我下一个航程 我不飞了 我不回到中国了 我只待在台湾 那接下来 要么是选择在台湾待着 要么是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协助他们去第三国 这次台湾政府跟以往处理的不一样 像是不久之前 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叫陈思明 那他就在台湾选择了跳机 没有飞回中国 在台湾的时候 台湾的政府就协助他 前往了第三国 也就是加拿大 那这一次台湾政府给出的回应是 这一次来的是有三个人 一家三口 那他们为什么被遣返 是因为他们来到台湾之前 并没有跟第三国接应 所以说就变成这一次 他们是没有跟第三国进行接应的 也就变成是成了台湾政府的一个问题 台湾这一次的做法 就是把他们比对成一般的旅客 把他们就遣返为上一个飞行的一个地点 也就是马来西亚 当然不是把他们遣返回中国 机场爱情服务车上是中国人士田永德 另一车则是维亚尼和黄欣欣母子 工作人员把他们接送到定点 有点小拉扯 似乎不愿意跟着走 三人不愿意回北京 跳机寻求台湾协助 三个人都在去年11月逃到泰国 取得国际难民卡 现在觉得泰国不安全 又逃到马来西亚 他们三人搭同一班机从吉隆坡到台湾 原定搭同一班机到北京 但是一起跳机了 渔民署认为 依据国际航空惯例 以及我国现有的法令 他们是外来旅客来台转机 如果不能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而且未具备入境签证许可 应该遣返回上一个航点 已经在十点多起飞往吉隆坡 其实往后来看的话 我是能够预判到台湾政府 未来会这么做的 因为你想想 如果台湾政府今天不这么做的话 那未来势必有很多人 模仿像前段时间的那个陈思明一样 今天这三个中国人这么操作 我相信也是看了前车之鉴 因为前面有人这么做了 所以他们这样去模仿 那变成是不是说 如果这三个中国人 也这么做了 也成功了的话 是不是未来有更多的中国人 是不是甚至有共产党的 一些间谍 一些卧底 也可以在台湾待下来 甚至是前往第三国去美国 去加拿大等等的 那还有像是其他不光是中国人 可以这么选择 如果说很多中国人这么做成功了 是不是还有香港人 香港有很多人 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个原因 想要逃离香港 对不对 那香港人这么做了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国家的人 也会这么做 毕竟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乱 中东的一些战局 一些战乱 然后包括一些 像是阿富汗 像是最近打战的乌克兰 以色列 等等的 还有巴勒斯坦 那是不是他们如果之后 有这个想法 是不是也可以选择去台湾 或者是其他国家 我就不讲台湾了 是不是我可以飞去日本 飞去韩国也跳机 当然每个国家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台湾政府可能认为 台湾本来就很小 如果这些人 以后成为了一个例子 每个人都飞过来停下来 然后让台湾去处理 那就变成台湾政府的一个责任了 那台湾政府的这个做法 我觉得如果今天帮你 那当然是万分感谢 如果不帮你 我觉得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你不应该做的是 台湾政府没有帮你 然后你回去就在网络上 大骂台湾 很多中国网友看到之后 就跟着起哄 加上前阵子的那个王治安事件 很多中国网友就印证 你看台湾人就是这么虚善 虚伪的善良 伪善 还有说什么是伪善的政府 虚伪的民主 就是把台湾最近很多 中国大陆的这些简体用户 在网络上面 很多这些用户 把台湾的民主批评的 一文不适 坐飞机从吉隆坡去到台湾 我下飞机是晚上的20点20分 达到台湾的桃园国际机场 然后到次日就是31号的8点多钟 我就去找台湾的移民署 我就向移民署说 地点我是要去见一个人 叫水利子 他是中华保台反共复国党的秘书长 我说我想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党 有没有这个人 因为之前我在国内加入了一个 中华民国自由军 那个范文诚骗我说 这是台湾的组织 然后我加入完以后 我被判刑两年半 他说我颠覆国家政权 现在呢 有人介绍说台湾有那么一个组织 是真的我就想去看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就想我说 因为我在大陆被迫害 我想呢 我也是中华民国的人 我希望向台湾政府求助 帮助我怎么样转到第三国 今天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呢 他们就过来骗我们说 好好啊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了 我们呢 再走程序 给你们换个地方 走走走 然后呢 我们就收东西 就离开了 到我就 他又要过安检 我说不对啊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 我就看是不对 可是是要遣送我回国 我以为是遣送我回国的 我就说我是不上飞机的 后来呢 他就强死 强行 七八个人直接把我抬上飞机 抬上马来西亚的飞机 我真的没想到台湾一个拥有人权 有民主 有自由的地方 竟然和中共如出一辙 就是融合共会 如出一辙 坑蒙拐骗 做到这种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气愤 我以为在中国的这块版图上 台湾是一块净土 所以我过去那里去求助 当然中国被破坏的人太多 你说你没办法就完 这个呢 我也不奇怪 但是就露出了这一副嘴脸 让我非常的生气 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觉得台湾不知道怎么就得罪中国人了 就是因为王志安吗 王志安五年以内不能以旅游观光的签证入境吗 觉得大家好像是在针对中国人 觉得好像针对王志安 其实并没有 我是觉得讲台湾政府是一个伪善虚伪的民主 我觉得真的有点夸大了 这个帽子扣得有点大了 首先这个我就觉得像有些人说 王志安是大为宣一样 也是扣帽子 因为我个人观点 王志安他并不是大为宣 他就是一个比较倾向中国的一个统派的 比较反感台独的 这个我是承认的 我是觉得他肯定是反台独的 很讨厌台湾的那些像是民进党这些 对他对于民进党是有一个很强烈的 排斥的这个情绪在里面 但是很多人认为他就是大为宣 那个也是相当于给他扣帽子 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了 你今天那些王志安的粉丝说 台湾是虚伪的民主 那不也是扣帽子吗 如果台湾是虚伪的民主 为什么在王志安事件上面 很多台湾人站在王志安的一边 给他抖内一支影片 抖内到了20万美金 这是怎么做到的 请问台湾人 台湾政府有去干预吗 台湾政府就有说 这些人不能抖内吗 没有啊 全部都是台湾人去抖内支持他 另外甚至有台湾的媒体 台湾的新闻频道 台湾的电视台像是蓝营的台 有人就帮王志安讲话 请问这些台友受到处分吗 要关台吗 怎么可以把台湾讲成是虚伪的民主 然后去对比跟中国独裁政府去做比较 说也一样了 其实看穿了 就是怎么说 很多中国人说看穿了 原来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跟共产党没什么区别 说是绿共 但是你可以 我是觉得这个讲的 还是有点太过于夸张了 如果绿色的民进党 它也是共产党的话 请问民进党现在有那么夸张 说要把那些把那个播报 说王志安好话的全部抓起来吗 而且有些人呢 他甚至说 这个台湾政府是在迫害王志安 请问怎么迫害了 这个时候你不骂共产党就算了 共产党迫害了人家 人家有家不能回 人家台湾政府是因为你现在 违反了这一个入境的条例 把你那个观光签证冻结了 你说台湾迫害你 怎么迫害你的 把你抓起来 关起来了吗 让你罚款了吗 没有啊这都没有做 而且讲句实在的 台湾政府这次做的就是 就是办事 依法办事 为什么 因为以前也有这种案例的 你像是 那个 很多的一些欧美人士 欧美人士 那个像王志安说 我以后变成欧美护照 看你们台湾政府 能不能跟 不敢让我进来 事实上欧美人士 如果你入境的这个资格不服的话 入境目的跟签证不一样 也是被遣返的 你像是之前 中国有个艺人 叫陆寒 EXO的陆寒 EXO的陆寒 他就是拿着观光签证 入境去拍综艺节目 叫奔跑吧兄弟 就是Rending Man 但是他最终也是被遣返的 因为他被检举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都有个 共通的一个性质 就是公众人物 影响力很大 你想想 陆寒虽然说在台湾有很多粉丝 但是有很多人看他不爽啊 对吧 他是公众人物 像王志安一样 对吧 有人不爽路那就打电话检举 对不对 这一次 还有另外一个很多人质疑说 那不关王志安 有其他的人 拿其他国家的护照入境 也是去拍节目 也是上节目 接下来我们就看台湾政府怎么做 另外 后面是不是有其他一些法条的不一样 是不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护照 是可以入境从事这些活动的 那就不得而知 因为目前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护照进来 确实是不可以 如果你是观光的 中国护照进来 他就是不可以做那些的 所以台湾政府没有说到迫害 迫害的 比如说什么叫迫害 就是给你编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明明你是可以进来这个工作的 可以上节目的 但是台湾政府就是看你不爽 直接给你编了个罪名 但是没有 我可以说 可以按照王志安的粉丝 或者站在王局的这个角度 王志安的角度说 台湾政府就是故意针对他 但是你想想 人家民进党或者其他的一些人员 他也还是得从法律的角度去处理你 难道不是吗 但是这个你如果上升到说迫害他 那个讲的真的有点过了 讲的是完全不合理的 那这一次这位中国人跳击台湾被遣返之后 我们看到网路上很多中国网友这种批评 真的是我觉得批评的有点过了 比如说有中国网友说 台湾人真的越来越令人失望 把大陆人一步一步逼到绝境 请问现在这位女士的窘境 谁能出面负责 王志安事件也同时印证了 台湾人根本不是一家亲 台湾本来就一直在强调 不是一家亲 怎么你现在才发现 还有网友留言说 如果是台湾人有困难 我相信大陆是第一个出手相助的 大陆人遇到困难 台湾人第一个关门 这种做法未免太难看了 好歹也是一家人 不是一家人 刚刚上面一位中国网友 已经给了这位网友的最好的答案 他也说了 印证了原来台湾人根本不是一家人 然后下面这位网友还说 好歹也是一家人 谁给你一家人 没有人给你是一家人 两家人就是两家市 你自己家出了问题 你怪台湾人没有去处理好 你去痛骂台湾政府 台湾政府没有给你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处理 但是中国政府呢 这个罪啊 或者是这个事情的根源 是中国政府迫害你导致的 台湾政府可以帮你 也可以不帮你 这是台湾政府的权利 而且台湾政府不帮 也是因为有原因的 而不是漠视 那另外还有网友表示 我记得几年前台湾人喊香港加油 结果香港人都去了台湾 台湾又不接受难民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经过王志安事件 对台湾一点好感都没有了 香港的这件事情需要国际社会的声援 台湾已经做足了国际上面的声援 如果说这个时候所有的香港人都要来台湾当难民 请问台湾人会会同意吗 台湾也是个民主国家 我相信台湾人 有很多人对于香港是有好感的 甚至有香港朋友 可是不代表所有人都同意 我相信如果香港人 成批的当难民进来台湾 肯定有很多的台湾人站出来反对 那既然你说台湾是个民主的国家 他就不可能由政府来盲目的做这个决定 说立马为了香港人 我就通过这个难民法 是不可能的 难民法在台湾的立法院 拖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立法 你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今天发生了香港的反送中 而我台湾人就有这个义务去做 中国异议人士张响忠 来台观光却跳击失踪 因为担心会变成中共专制统治的受害者 所以他要在台湾跳击 自己想在台寻求庇护 躲避公安调查 但是因为我这个是转机 所以我怕我待会会被强制的驱离 我现在在台湾桃源国际机场 中国维权人士陈思敏自拍影片 向台湾政府喊话 希望不要将他遣返 为了躲避中共的政治迫害 我现在来到了台湾 当着移民署官员面前 直接吞咬中国异议人士刘新联 就怕被遣返回中国 不惜激烈抵抗 另外一位跟着他来台湾的 也是异议人士闫克芬 在弹议人士严克芬 在弹议人士拍影片上船 证明自己来到台湾 这两位中国异议人士 自称因为社会运动遭到迫害 原本从泰国搭机到台湾转机 终点是返回北京 却在台湾跳机 声称自己有难民症 要求庇护